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清华大学近日势力文科教师的最高学术荣誉名单文科资深教授,上榜的18人多半是宋习学者,曾哥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政策,自由派学者都不在列。 综合媒体报道,中国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日前在网站公布首批18人文科资深教授名单,上榜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钱涛,人文学院教授汪辉,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颜学通,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,国勤研究院院长胡安刚,以及哲学系教授万俊仁等人。 其中,万俊仁曾在2014年北京大学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,与其他人一同富士歌颂习近平,经求地妙镇高阳,领袖群贤花异常,十亿中能林浩宇,百花镜放运幽香,国中文明开心道,真夏起源换旧章,一代天交成大梦,千秋伟叶像康庄。 胡安刚曾发表中国新时代与习近平强国战略的演讲,汪辉曾在官媒撰文指一代一路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。 言学通曾多次公开称赞习近平奋发有为,吴钱涛曾发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大众化需求言论等。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榜单位体现学术成就的指标,拥护当权者的助胜学者成为重要的评选标准。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表示,与其说这是一份学术荣誉名单,不如说是一份媚权名单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明指出,清华大学这种政治第一的评选标准不是个案。 在大的政治背景下,整个中国高校的学术精神、人文精神正在沦落。